今天看主播直播也可以卡個粉絲牌 加入一下亮亮的粉絲團 給主播一點點的支持 電他一下 主播也是全力給大家解說 頭毛手不用管 三劍給他射掉 對面下什麼牌 頭毛手加小骷髏 兩個雜毛 兩個雜毛 加這個我們小王子給他對上 兩個雜毛加火槍手 估計是一個衛隊 或者是野豬 抬個技能擋一下 沒有下豬啊我們 擋一下他 他不滾木的話我們下採取器了 他不見於一刀兩刀 下個採取器 這個稍微慢慢血了可能要 這麥的有點多啊 不過沒事啊 對面帶這個塔的話說明他不太厲害 他不太厲害的話 我們一波又給他推掉 下左邊為什麼因為我們右邊的塔也不想掉 我們要兩個一起 保住我們的兩個塔再把對面的 他給推三星了 這樣我們才是皇冠最大化 是個衛隊 果然被我猜出來 很像一個衛隊啊 很像一個衛隊 我剛剛是不是說他是個衛隊 應該沒錯吧 小華人直接下起來 牽絲跟上 牽絲跟上 小王子跟上 來起來了 來起來了 有頭保守給小鋪了 小店準備 反應快不快 但這個好像在閃 他一下沒有太大的作用 準備開技能 開 擊退 再吸頭 我去啊 太帥了 對面非常生氣啊 我們非常開心啊 果然快樂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 哇 哇就沒有把他給推掉啊 這也不有計劃未對 接下來那個時候呢 這個傷害是夠的 因為計劃小閃能打個100 35 150 3824 多少 請坐打 我去 打不掉他嘛 大概不是吧 他要下哥布林了來一下 哎呀 完了不會吧 大哥 我下車 今天這個三星我就要B拿了 吸過來 路上一把小閃 我吵完了 下個小王子先走一下有點危險 開個技能早點開隊伍 火球的 不要讓我們的小王子掉血 再哪剩一口 再推不掉他 來死路人最後一個爆炸傷害 帶領對手 他一下小別趕緊給他吸走 下衛隊 直接吸到屁股後面來 不會吧 不會打不掉吧 電一下 小石頭該爆到了吧 狂暴直接下這 我去完了 開個技能 我這個技能 毀天滅地 他還沒偷機啊 他還沒偷機啊 這偷機嚇得太遠 好 吸一下 一個小店 帶著他 我這時候不想容易說沒有那麼穩定 對面451米完了 有點危險遇到大王 小店長 嘴邊電一下他的國王塔那是不可能的 電一下他 動作他隨便電一下小王子 這一波我可不敢下吧因為下采取器的話就除非連上胖子我們就守不住了 我們下一個電龍能電到他 這一波應該能解掉因為第一波電能打這個團的攻擊速度 哎呀下這麼多 哎喲你好厲害喲 直接下這黃毛給他砍死了 他這不肯定下戰鬥兵啊下了戰鬥兵之後 肯定會頂胖子有可能 因為他這波沒有採集器他非常的被動 我們要是點到他的戰鬥兵 過橋之後再下這個採集器 然後他肯定胖子加鳳凰被我們的小王子加開技能一個給解掉 再來我們下這個 加上一個天使 他這波胖子頂的也是給到我們一定壓力的 這個小子還有魚鉤的這狗誰呀 下一個採集器了現在我掉了那麼多血需要虧啊 結果他下魚鉤我們也拿他沒辦法 白白掉那麼多血 虧死了啊他這個技能 小店的費用也是來不及啊非常難受啊 好這個時候不下電龍這個時候電龍下哪裡呢很多人就會下在這裡外面電塔 下這裡明顯是錯的因為他有大電 我們就好下這裡他跟後排的話也會被我們給解掉啊 不跟的話就慢慢把他給電死 沒錯啊 我還沒電到他對吧 這波可以過個小店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過這個小店呢肯定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下一步就是進化小店而且馬上到24秒鐘 馬上到我們的一個 石頭人的一個輪次 進化石頭人 加一個進化小店的進攻 他肯定是守不住的 不用想肯定守不住啊 下一個小王子 他如果不頂的話我們直接下石頭人 但不能這麼下 這麼下的話 肯定會吃他的那個炸點兵啊 我們這麼下 這麼下 好再下一個石頭人 這波都很保險啊 他能保一下小王子他不好電龍呢 這波電龍不用急著跟啊先開上一個技能 看這個技能 這樣這樣加這樣 來起來 把他給射掉 不要跟電龍跟電龍吃大閃直接跟上一個野蠻人 讓他知道石頭人有多野蠻 進化了戰隊兵下哪裡 下哪裡都得死直接巨破一番進化戰隊兵 直接砍爆 輕輕鬆手 500名也不過如此 這把就不打他三星了 加上一個技能 上一個技能 下一個應該是 我的鍋裡 也沒菜 墊一下 哇 这也不墊的很亏啊 太好我们有野蛮人 直接给他砍掉 漂亮 觉得太好了 他下了个烟花 大家都觉得烟花非常难捡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卡好捡烟花吗 就我们这个卡好不好捡烟花呢 也不好捡 你说我们该怎么捡 其实说能解能解 说不能解嘛也不能解 我这一把就把我多年以来 解烟花的一个 思路交给大家 我们这个卡只有一个小店跟巨峰解烟花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解不了 直接往后吸 是不对的 大家以后千万不这么吸 这一波可以说是血灰 下天使别下黄毛 下黄毛他会被烟花蹭 下天使虽然也会被烟花蹭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他感谢烟花我小王子给他点到直接点过黄毛 开个技能带走他 当然他不敢 因为 他看到我们的战绩 看着我们这个人这么牛逼啊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个烟花我怎么把他给截掉 截 技能一开 完了没看出来 吸个巨峰 电 这个烟花解的怎么样 各位评论请大分 天使先挡一下 掉点血没有关系啊 他这个卡组看上去很蠢 我们迟早都是要赢的 我们已经两个采集器了 再做一个 三个采集器 当然我们还是不好减 异了一倍啊 很亏啊 哎呀 他得看到技能 有火箭吗 最后的八秒 他在五球加飞桶的话 再加冰斗主团队的话就没有火箭 哎 没有弓 但他有个地狱塔 我们这一波千里十五人 小店不能乱交 小店不能乱交 刚刚那一波计划小店用掉了是非常可惜的 这一波他是计划的那个 小店千万不能交 就像是死从这里跳下去了 这个小店也是不能这样交的 交了的话就打不进去了 右边直接瞧头黄毛 他左边下那个的话直接瞧头黄毛 好 能挡一下 但这一波 哎呀我乔完了 这死了 吸掉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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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天使双天使 双天使双楼 来不起来 来得起来啊 电塔一下 过一下牌把巨峰都过出来 这一波他只有一个团伙 直接把他的烟花小妹给吸掉 两个天使够不够 好像不太够呀 三天使 再是电子 没有地狱卡 他带的是电子 哎呀玩石头人只能拿一个棒 我刚刚玩胖子 前期十把基本没把都生起了 这石头人有点带不动 这个电子太烫了 我的手指 因为我现在在 微信视频双推流 微信视频也在开播 两个平台一起开播 开局先分一个黄毛 让对面以为我们是一个天狗 对面不下牌 小骷髅 肯定会有毒药或者是钻机 我们解钻机是不太好解 我们这个卡手 他肯定准备要挖钻机了 我们该怎么解他在挖钻机 不挖 但这波没有石头人非常可惜啊 下这里了 他肯定会挖侧边吗 挖侧边 开上个技能 直接撒到第一个骷髅 哇直接扫掉 帅 太帅 天使直接来上 来嘛 小店店 他有个小骷髅会不会下哪 下哪 这个直接 直接吸走 他带的是剑鱼啊 有个小 炸点兵炸点兵 电一下 能不能把他给他秒掉 死都溃出来了 哇没有 早点把他骑士一起吸走就牛逼了 不过这一波 可能盆兔灵这个时候就已经慌了 可能觉得已经输定 心里就已经想着 随便打打得了 随便打了 但其实不会 这一局要利用 好好利用用上来的时间 你看 我们右边下采业器的时候 1分20秒 当我们拍下石头人的时候 马上快到最后一门钟 胜水采业器里面还有一滴胜水 给我们回上来 这一波凡打 他不一定能守住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 接受严格的守石头人的训练 你看他这个就失误了 给上一个小王子 右边一位桥头黄毛 一场下右边下占领兵 好 占领兵下左边了 左边给上个电龙 天使一定要奶啊 天使一定要奶 奶一口 你拿起来吗 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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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起来了 不是谁都能守住的 再上个技能 哇 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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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个电龙 漂亮 我们是1400他的塔呢 他的塔已经不见了 在周知本王王为什么 他打我们塔可以不要 我们要三星他 直接电他 帅云他 漂亮吧 张蓝兵给打开吧 再给一个天使 左边 他左边肯定要下地面的 左边掉塔没有关系 好像不用掉 哎呀 玩完了 还是掉了 直接带 可以送送小月亮 可以送免费虎粮 免费虎粮每天来的话可以送一送 对 这不不好下牌 没有想得下 他下这个的话 我们不好下 这不好下 因为我们要怕他是一个连弩 不下 他下个电塔 他透露的信息比我们更多 他这个电塔出在地里面没什么用 哎 电龙下前一点为什么 下后面要吃法术 就要是下前一点 他要么就早点交 要么就不交 要么就不交 电 再电他 好 下个这个 我们没办法 我们这一波并一个黄毛 左边两毛 右边三毛 再电一下 能电到塔吗 电得到吗 电到一下塔 大骷髅 下这里吧 小王子下这 这一波 我去 有点难受啊 写个巨峰加小店 你还别说 对手还挺猛 好 左边是能打过的 右边砍 采取器可以做了 这波攻击锤有的 但他费用不够 我们要满费再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六费的 七费八费的时候 做采取器的话 他能下出攻击锤 我们的天使下不住来 满费的时候 做下一个采取器 再发生一个表情 黄毛 最好是不要下 黄毛留着手上的大骷髅 对面取个这种名字啊 一看就不像是很厉害的人啊 像这啊 他叫法术也没用 因为这个塔是能把他的外壳给打掉的 会叫法术吧 天使晚点下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是大闪的话 下的也没有用 如果他不是大闪的话 晚点下 是非常好的 这波他是有电塔的 我们直接抵上石头人 飓风跟小电要捏手里 不用急 不用急 他再打一炮 刚好把我们天使给打死了 吸一个 哇 这个下的好吗 这个下的不是很好 再做个采取器吧 两个采取器 还在电塔 还在电塔 再电 这波是计划烟花 所以我们电龙下的还是比较靠前 我去三连电 三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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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吸 再底下一个石头人 电龙下的好不好 很重要 再做一个采取器 因为我们没有排根啊 所以做个采取器 并不是说这个采取器有多好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对面再下个这个 我们再下个电龙 慢慢电他 他这波有烟花 我们小电能把他给秒掉 但是我们不下 我们把这个小电留在手里 但是这个的话 小电有烟花 我们这个挡一下 免得他被他趁到了 好 就是连环电啊 大骷髅直接在这里 手人直接在这里挡 烟花的 哎哎哎哎 过去 对面什么也没干就打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还想踩一剑 为什么 因为马上就能凑过两个半采一剑 就是想下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烟花来不 烟花马上就来 来 还没呢 10-0 值不值得你送一个小月亮 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卡了 这个人肯定是皮卡 为什么 他带了皮卡的战旗啊 他就是皮卡 你还真别不信 你肯定说 你的什么战旗都是乱带的 乱带的只有一部分 像这个人就肯定不是皮卡 他就是乱带的 因为他带了小波龙 小王子 好 我们先一个骑士 没进化 左边打不过他 所以一剑我们就死掉了 我们再来个鱼钩 他带的是毒药 鱼钩给他勾过来 刚好被他给击杀 然后再顶着胖子家凤凰 漂亮 直接凤凰 不用急的给小王子 皮大闪准备 他要开技能的 不开技能 直接直接带出对手 下一位 他有剑鱼 你信不信 变成个传来兵 四下 你下我们一招 这个骑士 左边下转机一个剑鱼就解掉了 不用怕 我们正卡有三种剑鱼的手段 下小王子 在这 为什么 下太后的话吃毒药 下钱一点的话不怕打毒药 你打了他 再开个技能 漂亮开 没什么地用 掉两个锤子 扫掉 扫的真好 放着挡一下 小王子不要急 不要让他电台给挡 这样的话就给他了 给了 该给的时候还是得给的 少一个 再扛住 这一波有进化战略兵要小心 最好下个鱼狗在这里挡了一下 开技能 打不过我们 下个这个胖子 这一波有点被动这几波 他没有留背吗 哇 掉了好多血 这个小子有点厉害 闪 开技能早点开 他有张链兵一下哪里 张链兵直接被剑鱼杀掉 他见过的是小骷髅 小骷髅一下张链兵 一刀 没有砍出来 这一波没有着急下凤花 为什么不下战略兵呢 他有剑鱼 而且他这一波没有那个了 我们准备反打他的 骑士最好是先扛住 把这个塔 直接打伞也可以 漂亮 这个凤凰他结果只能下电塔 是电塔的话 我们下个小猫子在这里提前点他 再点上个胖子手上你好剑鱼 再上一个战略兵解他 直接运翻个前点 扫掉扫掉扫掉扫扫扫扫 他下了这个戒鱼的话开不出技能了 我们胖子一拳两拳 大闪没敢闪了 直接下上一个这个 鱼钩够前一点 加上一个凤凰 这个鱼钩够上一个前点 两发大闪就不把他给批掉 这样的话3点兵炸到了 这个位置是能炸到的 炸 闪 扫 嘿 我去400名的天狗 我去不会吧 我这才16圣 这匹配400名的天狗 觉得你们有点危险 这把 先 哎呀不不得了 他不一定有天狗在手上 漂亮 没有天狗 他前面地狱龙 我们小王子直接在前面射他 再补一个大雷 大闪大闪大闪 小王子 大神准备 我去 今天不用急着开 现在在开 也是来得及的 躺住他就攻住他 再跟上一个骑士 大神准备 大神准备 鲑鱼准备 难道要闪你 大马 我去 爽 爽 爽 不够 爽 哎呀太爽 他 对面是个狗坑 他不是狗 不是狗球 他是个狗坑 我们起点个这个 一定要把界鱼过出来 他这波有可能会下禁锅 黄柏来见过 他假装投降 对面是个人是有点不要理 其實擋一下他的飛機啊,他可能會下地位龍或者飛機啊,我們擋一下 擋一下擋一下 閃掉啊,不要閃口,為什麼?一直把他的彈給閃掉 因為大閃只能閃三個單位 少掉 這個的話慢慢打,有礦工的話下這裡可以激活他,但是我們沒有 可以激活一下,但是希望他不要喬走黃毛 因為我們費用不太夠 漂亮,激活黃色塔 Yeah Very very good 下個小王子,先下鳳凰,為什麼?下了鳳凰子不下小王子,能再過出一個小王子 你先下小王子再下鳳凰的話 就過不出鳳凰 就過不出小王子,說錯了 大閃直接閃 鳳凰的血量要高一點,再不剩一個劍,把他的彈給掃掉 這個劍,反正不得有點早啊,開個技能 換狗要來了 開個技能,開 戰隊兵過牌,戰隊兵過牌,費用低一點,再跟上一個鳳凰 帶上一個騎士,他有黃毛線下,下個小王子在這個位置,因為開技能方便清理他的黃毛 他沒有了 他放棄了 不好意思啊,17-0 難道真的打破不了19-1的命運嗎?20-1的命運嗎? 今天還真得打個20-0 看看對面的面,馬上17-1了,真的假的 祝我好願哦 哎呀,對面這個芭蕾的愛情,下個戰隊兵 鳳凰花 可能要吃毒藥了,哎,他是這種的 他是毒藥古墓沒有介入的,我們戰隊兵解他是 稍微好一點點的 應該是帶滾木的 請那個漁夫他拿我怎麼辦呢 他可能右邊挖鑽機換路,然後 再用障礙兵蹭我嗎?不行 我們一回右邊用箭魚解,左邊下漁後來預判他的障礙兵,留一個進化的障礙兵 他馬上就買費 買費他能忍住不蹭我嗎? 他下個這個先別貨我 我自己就擋,沒有擋住 擋住了 我去還是被他炸到了嗎?我那個去啊 非常浪漫頭疼啊 鳳凰直接開始咬他,因為他畢竟沒有那個了 他必須得撒毒藥這小頭,撒毒藥這小頭,費用不夠 胖子嚇得有點早啊,多前出了不少的傷害,哎呀,進化的電這個來了 沒關係啊 這個戰隊兵我們是能少到的 一個技能過去打血 很少千軍 怎麼樣,哎呀,還是被他炸了一下 挺疼的 謝謝他打不著我的操板 再次填緊其色 勾著 就看到有沒有見雨啦 不用急,晚點一下 炸出來了,我去沒炸到 頂上 不管了 這一波必須得幹死他 閃 小骷髏嗎 我去 火 燒掉 哇,這難受啊,又比那一波沒有炸到他 我省了這個劍雨掉了那麼多的血量 我去沒炸了 嘿 你好 我炸死你 哎呀,炸了炸的迷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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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骑射陈上 这把必须得激情解锐吧 对面下来个战略兵是什么卡组 想一下 战略兵加小店 这样开来的话非常像一个胖子 进化小店的胖子或者是石头人 大闪光束闪掉 结果小王子对射 观察一下 看看需不需要开技能 不需要开 他下个胖子 往这里勾 往这里勾为什么 这里勾能拉到他的小皮卡 勾过来 把他的小皮卡拉过来 他电舞一下 我们再补上一个骑士 一刀给他砍掉 再捉一下 漂亮 因为凤凰死掉之后 变成一个蛋 还能再孵化一下 这不怎么说 吓成一个战略兵 火没起来 没火起来 这不我们直接炸他 我们能炸到他 炸不到我们 3 大电换虚空行不行 不行 大电换虚空没有打断 你要我就带三法术 虚空剑鱼加小店 小王子 开上个技能来 其实不要浪费了 烧 为什么对面还能恢复一滴 剩水 你散了呀 因为对面采取器 死了之后会有一个网友伤害 网友会得一个剩水出来 他爆了之后会生产一滴 无论我怎么打他 他都会生产一滴 看上个凤凰 对面还敢下 对面这个卡 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对空的 我们下成一个战略兵 跟上一个骑士 为什么跟骑士 他会下小王子 下小王子的话 直接大神给他闪掉 闪 克布隆缓 跟上一个这个 他没有大法术的 下成一个矿光 直接被我秒掉 他一会要下小皮卡 小皮卡 直接被我一个技能 嗨 鲑鱼再少 带走对手 下一个吧 我不会再下牌了 这把他推不掉 他就让他赢了 推掉了 我不会再下牌了 这把他能推掉 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不下牌呢 他这进攻那么猛 必须得下牌 3 完了 下里面了 怎么可能完 剩两秒钟 时间快完了还差不多 准备 站里面先下 剑鱼准备少不少的 别少 这不别少 当然也可以少 少 就怕他是个天 这是一个小王子 跟他对啊 下骑士的话不太好 哦 他也是这个 敢给吗 给他换闪电 胖子挤下他 开个技能 漂亮 我这个技能开的 太牛逼了 没有什么只可以形容这个技能 除了牛逼 我去我这个骑士吓得太牛逼了 我去是真牛逼啊 他怎么不激活我呢 我直接预判小王子 没预判到 没错直接亏6分 这个一定要早点勾啊 他勾他先还是我先 我先 宝医士扫掉 扫掉 去追這個胖子打 追著追著 他的魚狗走過來 我們再把他魚狗給勾掉 勾過來 胖子在頂上 把他們勾過去那也更好 有戰隊兵他這一波戰隊兵小王子 下哪個呢 他損失了賣血 少掉 點上騎士一定要 這個飛到快落地的時候 騎士剛好扛不到 再開10個技能 魚狗先把他魚狗給勾過來 再跟上個戰隊兵把他給擋掉 左邊再開一個技能把他給侵退 他的漁夫剛好死掉 我們的漁夫剛好走掉 好巧 居然沒有把他給打掉 非常可惜啊 1個戰隊兵 8-0的是我也是這麼覺得 本來可以280-0 哇這個女巫挺噁心啊 她這個卡肯定帶才氣的 所以說我沒有選擇大神閃她 而是選擇了一種更加穩健的打法 啊 哇靠 哇靠 哈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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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鎖定了嗎 看一下魚宮是吧直接頂上一個計劃騎士帶著對手 輕輕鬆鬆給我打內戰 找死 我講不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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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內有神學內有神 學內有神 啊 想再跟我換路嗎 閃掉 勾過來 掃掉他 想什麼擋 佔領兵 魚狗勾過去減速 胖子再催 魚狗沒有打出來 非常可惜 鳳凰直接先下 魚狗早點勾 希望不要被他預判到 勾到了 他再勾我過去 我再勾他過來 沒有勾過來 沒有奇蹟 這不有進化的戰隊命嗎 好像沒有 下這裡 他不敢下後面 下後面的話 被吃大傘 散 怎麼打這個去的 散 帶走去燒 再來一局 再接再利 對 對 對 好